刚刚我们聊到说伏兵役这件事情 因为伏兵役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都尽量想逃避的 有些人就是怕 想到当兵就无聊 那事实上当兵不太可能很有趣 因为他是一个很索然无味的人 尤其是对性格上很想变化的人来讲 更痛苦 也许有些人他很喜欢集体生活 最好统一 统一生活 统一起来 统一吃东西 统一生活有安全感 那有一种最怕统一 那看你这个样子 你连道理都要跟人家不一样 你如何当兵 当兵没有道理这种动作 是 那时候确实蛮痛苦的 蛮痛苦的 就算在文件会 其实你的兵已经不是那种兵了 就是说不用操枪 你是替代艺吗 对对 可是感觉你就是 那没有不好 不过就是自己的感觉 被关在里面 然后想要去练习也不行 这样子 然后加上我们这种表演者 年轻的时候是精华时期嘛 嗯 你又觉得你的青春在流失 你知道吗 那种那种 好像一个运动员 对对对 运动员的年龄那种感觉 对那种感觉很强烈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痛苦的 然后就把这种痛苦想在 不过我还是在替代艺结束之后 就是每天上班完还是跑去练习 对 所以其实当兵对我非常辛苦 因为还要维持自己的状态 然后还要正常上班这样子 对 那 可是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想说 那竟然我现在深刻感觉到 我不是适合当兵 不是适合去上班等等的 那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就要 我就要为自己付出这样子 所以我就 好 仔细的思考说 当兵也有机会让你想对不对 对没错 很多人是当兵后 做了很大的决定 因为当兵的时候 很无聊 时常要做一些操练 然后时常大家集体生活 反而会让你去想说 当兵后要做什么 有点逼迫你想 你当兵的时候遇到一个舞团是不是 对 复兵的时候我记得你 对 其实那时候遇到许芳瑜老师 和布拉瑞昂老师 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在当兵前 就本来遇到 对 那时候我就想要休学 刚好遇到他们 所以才跟他们去纽约 一起工作两个月 才有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的 很大启发 然后刚好在很幸运 在当兵的时候 他们舞团又有机会 去表演 不管是新竹还是去澳门 这样子 我就可以申请去表演 不过要加班 这种不算是那个 服务兵役的工作 是你额外的自己 自己去追随的 对对对 所以要请假要加班 对对对 加班加两百多个小时 这样 这样子 你快疯了 对 不过 他们也准你请就是了 请完之后要补回去 对对对对 不过很幸运就是说还有可以 至少还有那个目标 在当兵的时候陪着我过那段时间 不然真的是也蛮想跳下去的 就从文建议楼上跳下去 这样还好有个舞团的工作可以 那你应该跟他们要求说 你可以倒立上班啊 就在原位上倒立起来上班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倒立的计划还没有完整 其实整个倒立的摄影 它是一个很一连串的意外 嗯 所以你不是一开始就想这个事情 一开始是想说 拍跟台湾的去的地方合照拍一下 一开始是这样想而已 哦这样子 对只是说 因为我拍的时候 连相机用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没有学过摄影 那我第一张照片 还是那个青道夫帮我拍的 在基隆 所以你的计划本身一开始是这样 对对对 你说你的计划 对 我在那边看相机 然后该怎么用 然后那个大哥就 欸你在做什么 你在拍摄影 相机都不要用你的拍摄影 就在嘲笑我 然后我就说 我要拍摄影 我要自拍 自拍你过来 我先帮你拍摄影 你相机在那里又会拍摄影 然后就过去 我就把衣服脱掉 倒立 他就吓到 哎呦 你在做什么 倒立拍照 赞哦 然后 然后我一回来 他就说 哦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开始环导 干嘛干嘛要环导 哦这样赞赞赞 我跟你说 我年轻时候也环导 你这样赞 年轻时候就是这样 好 我来了 所以你第一次遇到这么有趣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 所以那一张还是 青道夫帮我拍的 后来才渐渐的 比较熟悉相机 然后 然后越拍越多这样 然后也在拍的过程中 发现说 啊 原来拍照这件事情 可以把我从小到大一些特词 和想说的话 或是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感觉放进去 你这样越讲越觉得你可以当导演 哦 你可以学九把刀 哦这样子 当导演 对 这样 这样九把刀我就气 因为他最近电影卖太好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都可以变导演的话 你应该也有那个潜能 因为我刚才一直跟你讲说 我看这个照片不太相信是 你拍 一个完全没有拍过照片的人拍 我蛮嫉妒的 哈哈哈哈 觉得这个照片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学了很久以后 学很久拍 跟你合作 然后你 你只负责道理 你好像在这个工作里面 你只能做一件事 因为道理本身看起来蛮难的 是 而且你那个知识感觉 你只能做这件事 是 其他事情打灯光 拍照应该别人 怎么会你自己做 我不太相信 然后后来你在文字上 一出书以后 我在一看你的文字 你学的也非常好 就是那个充满了那种文学的那种描述 换句话说 你刚才讲的天赋 这件事情 我觉得 现在孩子 大部分小孩蛮可怜 就说 尤其是活在都会里 那种竞争的小孩 从小睁开眼睛 本来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 这种感觉我最近越来越强烈 我经常走来路上 看到那种父母亲 年轻爸爸妈妈 牵着小孩子 小小的 一两岁 眼睛大大 动开膝盖 每次看到我 他都很有兴趣 因为我很有表情 别人的小孩看到我 我就会做动作 看到小孩一定被我吸引 父母亲非常生气 如果只要做动作 小孩就注意我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 其实每个孩子 从出生开始 他对这个世界 是充满好奇的 可是这个好奇 随着制度 跟社会 一点点少掉 真的是这样 是啊 毕卡索有说他一辈子 他八岁的时候就可以画得像那个天才画家一样这么好 毕卡索的八岁就会画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人的肖像 可是他用他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儿童 他说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画得像儿童 换句话说儿童是最难的 因为他一出生本来是最天真的 是 因为你讲到天赋 我就觉得说 你算是蛮幸运说 你慢慢从你的 觉得你会喜欢杂耍 你的肢体非常灵活 喜欢表演给别人看 这件事情慢慢的 一点一点找到你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天赋 包括摄影 你说你原来也没有 去学摄影 你从一个摄影机都不会用 到别人把你拍到你 开始自己会照 到最后你开始写书 开始演讲 你的天赋好像是随着你原来 没有被压抑掉的那个部分 那我听到这里 我觉得说 可以给很多很多人提醒 就是说我们 大部分都不太相应之友 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活得非常没有信心 就觉得自己不行 绝对不行 然后还没有做就会 还没有做就先被打压掉 说你不行啊 这个绝对不行 没有人这样子了 只要没有人走过这条路的话 这条路都是不通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你的天赋 那你是不是一点点 真的发现自己 还有很多没有被开发的天赋 对 因为在这整趟环台过程中 还开发很多自己 或者说找回自己很多的一些特质 那个是在我们台湾社会 确实都会被磨杀掉的 包含你的逻辑思考 还有思辨能力 还有一些想象力 还有直觉 其实这些东西反而都是 反而都是一个各行各业 这些领导人物或是出风头的人 他们所保存的 那就是刚刚小禹老师说 所谓的追求儿童 像比卡索 说的这样的 我确实也蛮认同他的说法 这样子 一开始我很好奇的是 拍很多台湾的 我看到的东西 但是回到市场机制来看 他又开始帮你分类说 什么东西是议题性 有价值性 艺术家取向 应该要走哪个方向 开始分类了 对开始分类 所以到现在我10月 还在出发 还在20个月 我现在还是在 帮自己找回说 当初要拍的动机 就是好奇心 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一直有个价值观 要去要去要去 要去符合这样 或者要去遵循 可是这个价值观真的是 对很多特质商来讲 反而其实是一种伤害 对我来讲 那确实 我最近在演讲 一直在整理 我到底感觉到台湾是什么 我后来也跟 现在的演讲的观众 分享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 我觉得最大的概念是说 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工作 就是律师 医生 或者说什么什么 教育的最后目的 对对对 那你就是为了这些工作去做 其他想象力不用想 我教你做 我要读 你就读 所以我们很多 我刚刚说的 直觉 想象力什么都不见了 就是为了那个工作而生存 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 我们的教育是为了 完成自我和实现梦想 那会完全不同 因为如果 这小朋友有什么特质 我就给他什么样的训练 有什么天赋 就给他教育 然后将来还有梦想 给他机会 给他支援 那世界 我们台湾的社会会更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工作 还是为了完成自我和实现梦想 它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可惜我们现在台湾的环境是为了工作教育 它有个循环 跟我看到了台湾的现象 我后来把它做连接 教育是为了工作 那工作是为了赚钱 可是因为我们在教育里面就没有所谓的信念 信仰 或者说梦想这件事情 所以赚钱就越赚越多 那你要赚很多钱就要掠夺资源 然后所以水梨啊 高丽菜啊 海边的鱼虾开始种啊 食物开始塑花鸡开始加 所以它成为一个二性循环 对 这是说我们是为了钱在生存和奋斗 所以少了信念 少了完成自我或梦想的概念在里面了 那可是我们察觉到这件事情 台湾我认为下一个一百年 应该会转型到所谓的实现自我和实现梦想 台湾人有钱的 可是台湾人没有自我 就像刚刚小野老师说 我们追着美国跑 对我们自己当然要 因为我们没有自信 对没有自信 没有自己想要的样子 其实我们有很棒的景观 很棒的土地 很棒的农作物 我们可以自己自主 我们可以活出自己优势的生活 可是我们现在为了追求建设 盖很多高楼 很多马路 然后很多金融体系 如果主流国家的金融体系垮 我们也垮了 我们没有自己可以 自己想要的方式 所以这件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 我觉得反而是台湾人 也许下一个一百年会去想的 确实以我自己的经验 台湾人好像没有一个梦想 主体梦想 如果美国可能它有一个 所谓的世界第一强国的梦想 或者是欧洲它有优越感 或者说自己知道说 它是一个很高度价值的人类的思考 所以它有一个梦想去追求它的卓越性 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子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有钱之后 会去想的下一个时代的一个课题 我想可能跟整个时代我们小时候蛮穷的 后来靠着经济发展慢慢变成从穷到富裕 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小时候最习惯听到我妈妈的一句话 就是你少做梦 你少梦想 他用做梦的时候 他甚至就说你少梦想了 意思说你少做梦了 不实际了 这句话是变成骂人的话 所以觉得这个世界蛮残酷的 有什么可能做梦呢 我没有一点做梦的机会跟环境跟条件 我大概在这样一个世代成长中 我反而常常被我两个孩子成长中一些话语刺激到 譬如说有一天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 他说小学的时候就曾经问我一句话 说爸爸你们大人常常问我们的话 都是说你长大要干嘛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的那个做什么的那个什么是职业了 他说你们都没有想到一个人 除了那个职业之外 你都不会问我说 现在想要怎么样的爱情 或者想要怎么样的追你怎么样的女朋友 我的将来要怎么过日子 他的意思说职业以外 不是还有大片的空白 是怎么样生活下去 怎么样过日子 我的爱情呢 我的婚姻呢 我要不要有孩子 我的未来我的生命是什么 我说你们好像都不关于这个 好像说找他工作再说 那经常找他工作那件事情就把你绑住了 对不对 我们就那天工作 一旦找到一个比较实际的工作 那个工作可能就是一个枷锁 从此你就被绑在那边一辈子 就就所有生家那个人生很重要的 那一大部分就没了 这是我儿子讲的 而且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很小 我后来他的话蛮对的 然后第二次他有天跟我讲说 他在玩耍 我看到他在玩 他忘记明天要考试了 我就说你明天不知道考试 他看着我 他说对啊 我忘记了 我忘记明天要考试 那我现在来赶快读一读 那我就想说 已经晚安九点十点了 你才想到明天要考试 我就看着他 他转身看着我说 爸爸你眼神好荒凉 荒凉那个两个字 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小孩 对着爸爸讲 说你眼神好荒凉 所以我对荒凉这两个字好敏感 所以我觉得你拍的照片里面 这个倒立的人 看了那个世界好像很荒凉 好像说大家看起来好像很繁荣的一个社会 看似很繁荣 穿着西装壁挺 忙碌的工作 可是为什么眼神中间充满荒凉 所以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 我实际上觉得孩子实际上会给你一个 好像当头伴贺的那个提醒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荒凉 好 好